据正确时报消息,10月31日深夜,贵州茅台突然放出重磅消息。 贵州茅台发布公告称,经研究决定,自2023年11月1日起上调本公司53度贵州茅台酒出厂价格,平均上调幅度约为20%。 粗略估计,若按此次20%涨幅来看,飞天茅台酒的出厂价格或将达到1162.8元左右。 11月1日,贵州茅台开盘逼近涨停,大涨9.82%。 值得注意的是,茅台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提价,此次提价是茅台将近6年来的首次提价。 公开资料显示,茅台酒上次提价在2018年,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出厂价由819元提高到969元,官方市场指导价调整到1499元。 并据新浪财经消息,茅台大半夜宣布涨价,有基金经理直接在朋友宣称,堪比一千份年报,除夕夜小红包都没如此沸腾过。 有投资人称,虽说是早晚的事,但谣传了这么久,半夜忽然给你发一个,你说惊不惊喜,一无意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